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定步 我是石涛 从7月6号至7月7号 国内爆发出山东大学 人叫说俩赔一 两个大陆的女学生 赔一个非洲的留学生 男的 有人说叫半读 有人说叫赔读 说什么的都有 其实这东西早就有 咱节目没碰 我根本就没搭理它 没搭理的原因就是说 据说国内还讨论 你好意思讨论吗 这是大陆男人的耻辱 这是这个制住真正的邪恶 灭绝侮辱中华民族 所有爱国者有一个算一个 半年前我们这类似的事情 半年前出现在广州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挺多的 这些女孩子陪的全是非洲人 没有人去陪欧洲人 政府大学没让他们去陪白人 让他们去陪非洲来的黑人 为什么 在非洲大陆贫穷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满了他们国家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就在那儿 就这么点事啊 你说祖国的强大是你们的女儿陪进去了 为什么陪进去了 这些都是年轻的 来的年轻的有机会来到中国读书的 还给补助的 是人家那头挑的 就跟你们家公读是一样的 你们家为什么有公派到美国去读书啊 一样的道理嘞 那头是派出来的 那头派出来 这头弄俩女孩子顶上去 三年回家了 她回到非洲 她当官了 这头跟女孩子玩的一切东西 只要 对不对 华为弄点小东西给她拍下来 小样子 就这个小子 一辈子都得听党的话 对外头是什么 对外头是祖国的强大 共产党的强大 就这么点事 无独不丈夫 今天的主政者走到这份上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官的有 他们生了丫头的有的事 让他们丫头去陪去 有人说他们没干那个 是 北京城到处是卡拉OK 到处是桑拿 没有一个挂妓院的牌子 但个个都是妓院 对不对 山东大学叫半读 没说妓院 没说让人尽情享受欢乐之语 还讨论 又啥可讨论呢 咱节目中我说 其实中共官员男的都是扯非洲驴蛋 大家看我说涛哥你骂人 我就骂高级动物 那是人吗 你们家管这东西叫人呐 你们家大学里头 你女儿送到那去 这是人呐 是不是 驴都是外国种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他说这个讨论很热的 那是侮辱 这是真正的欺齿大路 晚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林郑月娥称袭警者为暴徒 我上期节目跟大家说了 我说没想到 欺在香港人嘴里头 是这么个说法 三个妻跟他命来的是有关系的 真的 三个妻从某种程度上 习近平整不过他 习近平亲点了他 他会把习近平玩死 道理一样 王沪宁非常能够满足习近平的需要 从而玩死他 从而习近平已经不会说话 必须念稿 周王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很欣赏达基 达基以尾声的方式 玩死他 一样 所以他三条七命来的 在沙田大游行 是警察故意圈套 警察圈套是警察上面的指挥官的命令 绝不是一线警察 一线警察被他们当成狗 这是保安局的局长 他把人家圈起来 然后说你们非法集会 马必须离开 这个把人圈在里头了 他只有把雨伞 你让他离开 他从哪走都是袭警 因为警察圈一圈 你见过混蛋的有这种混蛋呢 在新城市广场 新城市广场是新鸿基的 他的owner 他的业主是新鸿基 新城市广场警察 成批的警察 二十几个人 三十几个人进去 那是私人宅地 新城市广场一再声明 他们没有报警 没有请警察进来 警察自己的手表哥 就是在七月一号 你记得说 学生进了立法会之后 他在十点一刻 十点二十一分发表声明 进入立法会是违法的等等 那位买块大手表 对吧 十点二十一分发的 录制的节目发表的新闻 结果呢 他的表上是五点五分 就那位手表哥 手表哥挺实在 昨天早晨 这有时差问 早晨他在 就是台湾的 对不起 香港的一个 一个应该听起来是 radio节目 采访他 就问他 说这个警察 为什么未经许可 进入私宅 就是人家新鸿鸡说了 我没有报警 我没有让警察进来 因为在作为对比 在金中 当七月一号那天 在金中 金中有一个地方 叫Pacific Mall 叫什么太平洋广场 学生七月一号 55万大游行 一部分游行者 最后到了那里 就进入那个地方 外面有人在冲击立法会 警察根本没敢进去 在任何正常的民主社会 敲门 警察来了 说敲我们家门 说来 石头我想问你点事 你别问我 你找我律师 他个可以帮进的 这是正常的社会 警察在这个背景之下 冲进了新空计 而那位发言人说 大概讲的意思就是 警察发现有人 往他们身上扔东西 所以进到这个新城市广场 去抓那个涉嫌的人 后来那个电台主持人就问 抓着了吗 没抓着 找着了吗 没找着 那我问你 这么多警察 作为执行任务 一组比如说三个人 那是可以的 三四十人 拿着盾牌 拿着棍子 拿着枪 进入到私人宅里面 你要经过许可的 你经过许可了吗 他说没有 当天晚上 大概两三百人 围着这个新城市广场的服务台 质问那些职员 你们到底报警没有 为什么让警察进来 从而出现这种事情 那些人无处可去 警察给包围了 所以他们进入了新城市广场 而新城市广场本身四通八达 他可以进入到地铁站 而警察为了堵他们 把港铁站的进口给封了 所以他是暴徒 暴徒在以权力的方式 以阴谋的概念 从而构陷了这些抗议者 当警察围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无处可去 有一个警察手指头断了 两个人把这个人抠在地下 其中手指头断的这个人 被抗议者咬舌了 去抠这个人的眼睛 抠你的眼睛你干不干 所以香港的警察 基本就是公安国安化 他就是共产党 纯粹共产党做法 然后他站在这个 站在政府的角度 你就看到这个 跟外交部发言人 跟这个政法委 跟他们说法是一样 他把叫袭警者是暴徒 警察打任何人 警察只要去制裁任何人 警察出手 被出手的 被警察出手的对象 全是暴徒 这不就跟中国一样 跟共产党一样 他通篇解释的就是这个 伤了28个人 其中有三个人病危危险 他中间有一点变化 抓了 抓了大概33个人 他在第一时间去看警察 一线警察被他们当狗屎 他无处可去 他挣工资 他买房子 家里有孩子 对不对 那军事化的 准军事化的警察 指挥官说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他没有商讨的余地 这是今天林郑走到这份上 那林郑走到这份上 跟他习近平有直接关系 把一线警察当狗屎 警察手指都咬舌了 他第一时间看警察 你们真好 你们做那些人都是暴徒 激化再激化香港的冲突 而香港的冲突 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丑闻 所以他就跟习近平死磕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